搞台独就是死路一条 中国一点也不能少 习近平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 磨刀霍霍向台湾 如果有人难敢试图 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 中国军队必将不惜一战 2013年白皮书只有两句话 强调台独是两岸和平的威胁 2015年多了统战喊话 台湾问题事关长远发展 到了2019年中国耐性逼近极限 三段论述对台事务 反对外国势力干涉 用六个任何强化绝不允许分裂 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而且不惜代价捍卫统一 中国银弹子弹都已被妥 和跨越豪沟和翻越垂直墙 白皮书罕见介绍中国新型武器 有能在丘陵地作战的15式坦克 可以单独对海对水下作战的052D导弹驱逐舰 逆宗战机歼20以及东风26远程导弹 中国海军多次远征冲破美国串起的岛链 战机绕台更是家常便饭 但是中国国防部坚称 这叫和平崛起 显然说一套做一套才是中国惯用伎俩 国防白皮书洋洋洒洒2.7万字 校正外国势力 也把台湾议题抓得更紧 对于两岸议题红线 中国恐怕说到做到 三立新闻张星文报道 是中国的主权